我国即将进入流感流行剂 鼻喷流感疫苗预计12月上市 国家卫健委称 流感疫苗总体供应量充足 预防流感哪些知识要了解 为贩运毒品 嫌犯竟与他人合开快递公司 民警乔装深入毒窝 警方跨省追击 讲获毒品超10公斤 司机疲劳驾驶 面包车连续撞上隧道壁 男童突然冲上马路 女子飞奔及时拉回 当地时间30号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 下调25个基点 降息风暴恐席卷全球资本市场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起交通事故 10月28号在福建泉州 环城高速的一处隧道内 一辆面包车因为驾驶员 疲劳驾驶撞上了隧道的侧壁 非常的危险 我们来看一下监控记录 隧道内监控视频显示 当天一辆面包车快速驶入隧道的第一车道 行驶中车辆发生偏移 撞向隧道壁 侧滑了十多米后 又滑向第二车道和第三车道 并再次撞向隧道壁 最后才停下来 在侧滑过程中 由于巨大摩擦导致路面火花四射 好在事发时后面没有紧跟来车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经检测驾驶员林某 是因为疲劳驾驶导致了这起交通意外 同时民警发现 该车装有一些建筑材料 属于违规载祸 驾驶员说他在事故零发生前 他有打盹了 就是说他疲劳了 疲劳了他打了一个方向 然后车点就失控 所幸这起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因疲劳驾驶和面包车违规载祸 民警依法对驾驶员林某 处以罚款200元即6分的处罚 再来看一个惊险瞬间 25号晚上在广东茂名街头 一名无人看管的小男孩 突然冲上马路 从监控视频上可以看出 当时的马路上是车辆来来往往 非常的危险 危急时刻 一名坐在电动车后座的女子 立刻下车向小男孩飞奔过去 及时将他拉了回去 紧紧地将他抱在怀里 再把小男孩带到安全地方后 这名女子立即打电话报警 最终走失的小男孩 在民警的帮助下找到家人 好 我们都说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还是要老生常谈 偏偏有人会抱有这种侥幸的心理 今日重庆一名男子 不仅是在酒后驾车 还直接冲上了隔离护栏 更可气的是 为了走保险理赔 这名男子还找来自己的女友顶包 再造事故现场 这一招很快就被民警识破了 民警赶赴现场后 发现报警的女司机 根本不能还原事故发生时的经过 并且现场疑点颇多 民警当即询问谁是驾驶员时 报警女司机的男友王某 仍然一口咬定 女司机就是事发时的驾驶员 民警随即调取了 事故发生时的监控视频 发现同一辆车 竟然两次撞到了事故现场 白色轿车在撞上了忽然之后 下来了一名男司机 在看着车身所坏情况之后 撤离了现场 三个小时后 这辆白色轿车又反反复复 到了几次再次撞上了事故现场 通过监控视频 民警确定 王某就是事故发生时的驾驶员 因为赵氏的赵氏驾驶员自己喝了酒 另外发现自己的车辆损失又比较大 所以他就喊他的女朋友 从外地赶到事故现场 来警报 经过酒精呼气测试 其血液酒精含量为每把毫升39毫克 民警认定 此次事故是由王某饮酒后操作不当引起的 负事故全部责任 事故造成1.3万元损失 由王某自行承担 同时保险公司将不予理赔 对赵氏驾驶员 营救后驾驶机动车 和交通赵氏逃逸的行为 除以罚款3000元 G24分 扣留驾驶证6个月 并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 另外对涉嫌顶包的女司机 移交辖区派之所 给予治安处罚 有人是酒后驾车 出事故后找人顶包 还有人是驾车撞人后 不是立即抢救伤者 而是冒充募机证人 栽赃嫁祸于他人 近日江苏肃签交警 就处理了这样一起案子 10月8号晚上 民警接到自称为目击者的群众报警称 一名中年男子驾驶电动车 行驶到324省道关庙段时 被车辆碾压致死 且轿车肇事后逃逸 事故发生后 民警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地上的行人遭受车辆碾压 旁边的车子有碰撞痕迹 但是现场没有发现 其他的造势车辆或者行人 由于事发现场没有清晰监控 民警只能从事故地点附近监控中 查找线索 筛查 写定了上百辆车辆 于是民警分成三个战斗小组 对这上百车辆 逐一进行摸牌见面 最终锁定了两辆 险疑车辆 经过险疑车辆轮胎周边组织提取 10月25号左右 经过DNA比对 证实两辆车辆碾压过受害人 民警分别对两名驾驶员进行讯问 两个人均陈述 经过事发地点时 误撞到了躺在地上的行人 但并没有和电动车相撞 难道最初的肇事者还另有其人 最终通过民警的多方走访调查 并根据受害人驾驶的电动车 进行漆面比对发现 原来自称为目击者的报警人庄某 可能也是肇事者 对庄某进行询问的时候 庄某洋装淡定 讲述自己是在做好人好事 面对大量的事实证据面前 庄某对自己的违法行为 也公认不讳 就是说反正他自身慢速度 也还比较快的 我当时就是来不及躲避了 我就把那个方向向左打了一下 我车子 一右前侧 碰到他的电瓶车反过面 把它碰到了 放到过后 那个小小事从他身上碰到过去过后 我就报警 庄某交代 见有其他车辆碾压伤者 自己便抱有侥幸 暴冲目击者报警称 有车辆肇事逃逸 随后自己逃离现场 将肇事车辆藏于家中 直至被查 本起事故当中 庄某在明知自己发生事故以后 没有立即保护现场 强救伤者 而是通过 陈述虚假事实 来混淆警方的视听 目前 庄某因涉嫌交通造势罪 已被警方采取 刑事强势措施 目前案件仍在 进一步调查审理中 接下来聚焦一场毒战 最近黑龙江警方 在哈尔滨珠海 北京多地展开行动 成功打掉了一个 横跨多省的贩毒团伙 抓获了犯罪嫌疑人18人 缴获冰毒K粉10.3公斤 而这起案件 最令人惊讶的地方在于 其中的一些毒品的运送 竟然是通过 普通的快递完成的 2019年8月 哈尔滨市公安局 道理分局禁毒大队 抓获了几名贩毒人员 调查后民警发现 他们手中的毒品 是从珠海运送到哈尔滨的 而他们的运毒方式 竟然都是通过普通的快递 查出了寄件人的信息 我们就是查到了 吉林人叫丁某 他这个人是长期在珠海生活 认定丁某确有涉毒后 警方随即成立了专案组 并立即赶赴珠海 追查丁某的下落 此时专案组已经掌握了丁某 贩毒的证据 但对于丁某的毒品来源 却仍然没有头绪 通过反复研判丁某的活动轨迹 办案民警发现 丁某每次游寄毒品前 都会离开珠海 驱车几十公里 前往临近的中山市 偷偷地和一名姓孙的男子见面 孙某到了中山市的住处后 丁某果然来到孙某家 蹲守在附近的民警 立即冲进了屋内 成功抓获两人后 民警在屋内的一个邮包里 发现了大量疑似毒品的白色晶体 微量取样 我们现在的话 进行水剂溶解 用的是三合一 用水 进行溶解检测 经过警方的检测 孙某家里存放的毒品 多达三公斤 且均为冰毒 那么这么多的毒品 是从哪来的呢 在接下来的搜捕过程当中 警方是由警员 乔装成了毒贩 深入了位于广东省 接阳市的一处毒窝 像电影中经常出现的 桥段一样 就在孙某正准备闭口不言之时 孙某被扣押的手机 突然响了起来 你要不要我这现在有了 我现在给你当师傅 我这手里这个货 有很多 你要多少有多少 打电话的人 名叫郑某福 是一名制毒师 电话中郑某福表示 自己手中有一批毒品 急需出手 事已至此 孙某开始交代自己的上限 这个郑某福便是自己的毒员 他有一间制毒工厂 每次出货量都很大 我们单位筹集了200大现金 想用控制下交付的这个手法 跟他一买一卖 你把毒品拿来 我把钱给你 准备好了200万现金后 办案民警伪装成一伙东北毒贩 经过与郑某福的几次试探后 双方把见面的地点定在了 广东省接阳市敖江镇奥夏村 郑某福选择的交易地点 在奥夏村的一处开阔地 专案组根本无法提前部署警力 伪装毒贩的民警 只能再次进入奥夏村 与郑某福商谈 希望更换毒品交易地点 他说他最大的最多的可能性 就是从会来的货 会来的冰毒运到黄布 问我肯不肯去黄布交易 民警又赶到了黄布镇 而他们却并没有见到郑某福 而是见到了郑某福的堂兄郑某德 叫郑某德 就是当时是02年绑架重伤的逃犯 到了他家以后 就是跟他谈 跟郑某福毒品交易的事情 正好碰上一个叫三哥的东北人 之前买过两公斤毒品 制度分子非常的狡猾 不过对突然出现的郑某德 和三哥这两个人物 警方并没有放过机会 而是重新制定了吉拿的计划 最终在多地警方的配合下 这个涉毒团伙终于被一网打尽 按照这个三哥的说法 制度师郑某福 卖给自己的毒品是假货 他这次就是来找他算账的 三哥对他说的是三个之内搞定 警方敏锐地捕捉到 这是将所有毒贩 一网打尽的最好时机 专案组开出两组民警 一组跟着三哥 另一组对郑某德实施监控 就在三哥与郑某德约定的最后一天期限 民警发现三哥秘密地出现在了郑某德的家中 三哥从郑某德家中离开后 整个人就消失在了民警的视线之中 警方断定三哥一定已经成功地换到了真毒品 两人交易后 专案组秘密对郑某德实施了抓捕 随后办案民警在北京 将正准备返回长春的三哥 吕某德约成功抓获 这车是确定是就你俩在没有避藏人吗 了解到装有毒品的大货车 将要在一个小时后通过辽级高速毛家店收费站 民警立即前往毛家店收费站 成功拦下了这辆大货车 并找到了旅母让货车司机运送的包裹 搜查出毒品的同时 哈尔滨警方立即联系多省市警方 对下线涉毒人员实施抓捕 至此 这起横跨多省的贩毒大案成功告破 好 再来关注一下进博会 目前距离第二届进博会开幕 还有几天的时间了 那么在这一次的进博会上 会有哪些产品吸引到中国企业的目光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个长相萌萌哒的机器人名叫Roboy 是知名半导体公司英飞灵带来的表情地 和一般的机器人不同 它的关节不是电击 而是3D打印出来的 更接近人类的骨骼 所以外形特别有亲和力 搭载的半导体器件则是它的神经中枢 赋予它听觉 视觉和感知功能 所以它才能做出骑车 拥抱等动作 并可以进行学习 来自日本的这款世界最新最短的 胰岛素注射针头 外直径0.18毫米 长度3毫米 将在第二届进博会上首次向中国市场发布 在研发的时候呢 就是希望它越来越细 给病人的一个痛感呢 就像蚊子这么钉一下 在第二届进博会上 法国勒斯福将首次把有烘焙界奥林匹克之称的 世界级专业烘焙大赛移师道展馆 届时来自全球的顶尖面包师 将会通过进博会窗口 向世界展示烘焙类的最新产品 选手还将现场制作一个近2米高的 巨型艺术造型面包 再来关注广西南单庆园西达矿业公司 矿山茂顶事故救援的最新情况 记者从事故救援指挥部 昨天晚上11点发布的通报中了解到 10月30号凌晨3点 已经清理焊道碎时约2米 但因景下情况复杂 施工进度受限 目前现场共有80名专业救援队员 60名矿工开展工作 救援现场也已经增加了 煤矿用全液压 坑道钻机等设备 并在事发点的井口上方 架设地震流动监测台 但截至目前仍未具备救援条件 目前仍有9人被困 此外 警方还对事故企业 16名管理人员进行了询问 并对2号龙口240名工人 进行逐一排查 我们来看一下记者 昨天从救援现场发回的报道 我现在就在本次冒顶事故的 2号龙口处的入口处 在我身后就是今天的 第二批轮换的救援人员 正在进行交接班 而身穿黄色衣服 是专业的矿穿救援人员 而在旁边蓝色衣服 就是辅助他们 安装风机的技术人员 他们一会将下井进行救援作业 按照事故救援处置指挥部 之前制定的救援方案 目前的任务是通风降温 检测检查有毒有害气体 加固焊道 使救援人员尽快到达 事故地点展开救援 从29号晚上9点半开始 救援人员在专业设备的监测下 进行作业 但是到了30号凌晨4点半 事故作业点的温度和气体含量 突然发生异常 轻扎工作不得不暂停 随后地质采矿等相关专家下井勘查 我们到现场以后 看到的是现场的温度确实是比较高 大概有41度这样子 所以说人是没办法在那里工作的 我们当时进去的时候 在那里大概站了十多秒 没有办法 技术干净观察设计了 我们就退出来了 为了更有效的通风降温 事故救援处置指挥部 综合了专家的意见之后 重新调整了救援方案 把那个风机改为 一台是压进 一台是抽出 这样子增加那个风流的速度 正万高铁是中国铁路网 中长级规划的重要 客运专线 30号上午 梅西河特大桥主拱合龙 标志着正万高铁技术难度最高 安全风险最大的控制性工程 关键节点完成 正万高铁 北街河南郑州 南连重庆万州 全长818公里 梅西河特大桥 全桥长687.8米 上午9点左右 位于拱形大桥最顶部的 最后两片钢结构 顺利对接完成 建设者先建一个钢结构的竹拱 用钢筋混凝土包起来 然后通过一根根蹲住 把大桥桥面稳稳地 驮在竹拱上 未来的高铁轨道就铺架在竹拱支撑的桥面上 梅西河双线特大桥地处梅西河口 地形复杂 环境保护要求高 大桥建设本身时空难度大 技术含量高 是目前国内在建350公里时数 无杂轨道 当跨路最大的上层次拱桥 经过科学建模和复杂计算 建设者将竹拱拆分成了48个吊桩单元 这些就像形态各异的积木 每一块都有18种不同截面 它们在空中调整姿态 精准对接 最后连成拱桥 为了实现完美的线形 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控制 一方面相当于积木 要进行一个精美的准确的加工 我们在竹拱加工的时候 加工的误差都控制在两毫米以内 据了解 郑万高铁预计将在2022年 按照原定计划建成通车 未来从重庆到北京的行车时间 将由原来的18个小时 缩短到8个小时 再来关注正在上海召开的 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这次的论坛汇聚了全球最强大脑 共有65位世界顶尖科学家与会 其中包括44位诺贝尔奖得主 和21位沃尔夫奖 拉斯克奖 图灵奖等奖项得主参加 论坛同时邀请了100多位 全球优秀青年科学家 和中外院士科学家 知名科技企业家 共同参与 为期四天的论坛 科学家们将通过分组研讨 探讨包括人工智能与5G 黑洞与空天科技 基因与精准医疗 碳清建与有机化学 新能源与可持续发展等 若干个或将改变人类命运的话题 论坛还将由60多位 全球各领域科学家 开展一场充满趣味 和关乎未来的科学大猜想 随着科学变得越来越复杂 国际合作变得尤为重要 最新数据显示 2018年我国国际科技论文总量 和背影次数稳居世界第二 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居世界首位 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了58.5% 国家综合创新能力 列世界第17位 中国政府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也是会汇集中国 未来科学发展的事情之一 就是对基础科学的鼓励 按物质悟空和量子号的发展 就是具体的例子 它们就是在这样努力的 过程中产生的 天气转冷了 又到了流感高发的季节 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 全球每年约有10亿人感染流感 国家卫健委相关负责人 昨天也表示 正在上市审批中的一种 鼻喷流感疫苗 预计12月份上市 另外国家卫健委表示 目前我国是流感非流行季节 流感活动比较弱 12月以后才逐步进入到 流感的高峰季节 12月份1月份 又是北方地区流感高峰季节的 主要时间段 国家卫健委将密切观察 及时向专业同行 向公众披露流感流行强度的监测信息 在昨天国家卫健委召开的发布会上 针对近期疫苗供应是否紧张的问题 卫健委负责人表示 我国流感疫苗总体供应量充足 据我们统计 全国流感疫苗计划供应 今年计划供应2800万计次 这个量比2018到2019流行季 要翻了一番还多 目前疫苗生产批签发的进程在加快 我们积极协调国家药监局 加快疫苗的检测 首批通过批签发的疫苗 较去年还提前了一个月 目前批签发量 已经超过了2000万计次 贺清华告诉记者 疫苗是防控流感最有效的措施 大多数年份流感疫苗的保护效果 可达40%到50% 近期部分媒体及网民反映 一些地方出现流感疫苗供应紧张 并非是由疫苗总体供应不足引起 今年流感疫苗上市早 比去年提前了一个月 那么部分群众来想早打 然后就扎堆到接种地上去打 导致到这种局部的 好像叫短时期的供应好像不足 国家总体疫苗供应没有问题的 目前已供应各地1700多万计次 是去年同期的供应量的三倍 那各地流感接种情况也在有序推进 累计接种已经超过了800万计次 是去年同期的两倍 那流感寄来了和流感相关的知识 我们接下来来具体了解一下 首先要区分普通感冒和流感的区别 普通感冒多数是由病毒引起的 上呼吸道感染综合征 主要表现为流鼻涕打喷嚏或鼻塞等 并且多数患者能在一周左右的时间内自愈 充分休息可以有效缓解感冒症状 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 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感染 主要通过空气飞沫人与人的接触传播 流感样症状主要表现为 发热乏力头痛全身酸痛 常有咽痛鼻塞呼吸困难等 据了解流感对于超过65岁的老年人 婴幼儿孕产妇慢性疾病患者 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因此要格外注意预防 流感寄来了 流感到底该怎么预防呢 流感可防可控 关键还在于自我防护 特别提醒大家需要注意的 就是要多喝水 勤洗手 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尽量少去人多拥挤 空气污浊的地方等等 还要就是注意卫生 防止交叉传染 比如说像打喷嚏或咳嗽的时候 用手帕或者是纸巾掩住口鼻 一旦发现流感症状 应该停止上学或者是上班 及时就医以免传染他人 但事实上预防流感最有效的 还是在流感季节之前接种疫苗 医生建议流感流行高峰期的 前一到两个月 是接种流感疫苗的最佳时间 一般在每年的10月和11月 如果一不小心感冒了 您的第一选择 是不是先吃抗菌素呢 事实上感冒看似日常小病 但如何治疗却有讲究 医务人员提示 不规范用药 不但治不了病 有可能还会伤身 感冒引起的症状 常给工作生活带来麻烦 因此有些人常在换剂时 提前服用一些感冒药进行预防 殊不知这些不规范的用药 未必会起到作用 医务人员介绍 很多人一旦感冒 就直接服用抗菌素 认为这样用药感冒好得快 实际上这是认识的误区 我们的流感病毒 或者是普通的感冒 都是一种病毒感染 那么用了抗菌素 对病毒没有任何的好处 而且可能还会带来一些问题 因为抗菌素的使用 会导致菌群的紊乱 此外 还有不少人感冒以后 喜欢多种药物混服 对此医务人员表示 混服多种感冒药 并不会在疗效上 起到多大作用 相反 这样服药 出现不良反应的危险性 会成倍增加 好 我们来关注一组天气情况 受较强冷空气的影响 从昨天凌晨起 内蒙古东北部 再次迎来新一轮的降雪 降温天气 预计今明两天 内蒙古大部分地方 将会持续低温模式 部分地区会伴有大风雨雪天气 30号早上 位于内蒙古东北部的 呼伦贝尔 俄尔古纳市 整个城市已经被积雪覆盖 最深处积雪厚度超过5厘米 对当地百姓出行造成诸多不便 当地市政部门第一时间 组织人力和大型清雪车辆 对市区主要路段实施快速清理 确保行人车辆通行安全 这辆场雪挺大 下的挺多 完之后老早就通知了 我们7点钟就来到这 赶紧清理干净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 近期冷空气活动较为频繁 预计今明两天 内蒙古大部将会迎来一次 明显的降温过程 其中东部部分地区 还会伴随着降雪和6到7级的大风 内蒙古气象台已发布 大风蓝色预警 提醒上述地区做好防范准备 进入秋季以来 天气转凉 城市耗能增加 那部分地区扩散条件受到影响 伴随着气温变化 这两天上海河北等地 都出现大气污染过程 29号西北风来袭 受上游污染物输送影响 上海出现浮沉 整个天空灰蒙蒙的 能见度不高 从外滩观光平台向对岸眺望 陆家嘴的高楼仿佛笼上了一层薄纱 今天天气不是很好 有点浮沉 看不清楚外边的风景 监测数据显示 29号上午9点 空气质量指数突破100 随后指数两连跳 到中午12点 空气质量指数已经达到358 属于严重污染 之后污染浓度有所回落 专家表示 此次上海出现的首要污染物 为PM10 与雾霾污染不同 沙尘带来的污染颗粒物更粗一些 为改善空气质量 黄浦区环卫部门派出多辆洒水车 在外滩附近的道路上不间断作业 平时一小时我们是两次 像现在有污染大的时候 我们就是一小时要四次 不间断地来回一直喷啥 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预计 近两天沙尘输送还将持续 空气质量将维持污染水平 此外 河北省气象台预测 从30号开始 地面转为南风 扩散条件逐渐转差 污染物缓慢积累 河北全省将出现一次 区域性大气污染过程 根据预报 10月30号到11月1号 河北中部部分城市 可能出现短时中度污染 首要污染物为PM2.5和PM10 11月2号以后 地面风力减弱 湿度增大 受可能的逆温影响 石家庄 唐山 廊坊 保定等城市 可能出现PM2.5重度污染过程 2020年是打赢蓝天保卫战 三年行动计划的目标年 关键年 今年秋冬季攻坚成效 直接影响2020年目标的实现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日前表示 今年秋冬季大气污染 综合治理形势严峻 各地要严格依法依规 做好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的 各项工作 据预测 受厄尔尼诺影响 2019至2020年 秋冬季气象条件整体偏差 不利于大气污染物扩散 进一步加大了大气污染治理压力 必须以更大的力度 更实的措施 抵消不利气象条件 带来的负面影响 近日 生态环境部联合有关部门 和地方人民政府 共同发布了 金津季周边地区 2019到2020年秋冬季 大气污染综合治理 攻坚行动方案 提出 金津季及周边地区 要全面完成 2019年 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目标 秋冬季期间 CM2.5平均浓度 同比下降4% 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 同比减少6% 在今年的秋冬季 攻坚行动方案中 要求各地进一步完善 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夯实应急减排措施 实施企业分类分级管控 达到A级的企业 重污染天气应急期间 可不采取减排措施 B级企业 适当少采取减排措施 一旅没有设计 强制性搓红生产 大范围停工停产等要求 坚决反对 鱼律关停 先行再说等 敷衍应对的做法 严格依法依规 做好秋冬季 大气污染防止的 多项工作 现在北方的天气 是越来越冷了 相信很多人的购物清单里 已经添加了秋库这个商品 山东省泰安市的 姚家坡村 是国内著名的秋库村 村里基本每三户 就有一户是在生产秋库 眼下随着销售旺季的到来 秋库村也忙碌了起来 每次订单都是一集装箱 大约十万件 北边是新疆内蒙 南边到贵柔福建 下面来带 基本上我们想到 你没能想到的城市 基本上全部都有 我们这个秋库的存在 什么吉兆基斯特产 非洲 印度这些国家 基本上都有 记者来到姚家坡村 一进村就看到了几辆 准备来拉货的大车 村民们正在忙着装车 姚家坡村的370户人家 有160户在做与秋库有关的生意 其中有一些正在为名牌内衣做代工 这个做工卖2000多件 基本上做多少修多少 据了解姚家坡村从1978年开始 就形成了一个小针织加工规模 现在全村年产秋库达5000多万条 产值1.6个亿 这是一张30多年的老照片 这位正在做手工的 就是李美的母亲 在她的手上留下了几十年劳作的痕迹 长期的拿剪的这种姿势 然后磨起来的一个剪个大 这也是一种劳动的成果吧 直开始就是脚踩的那种脚踏的 那种速度比较慢 一天的产量就是有几十件吧 八九十件 现在是电动防约机 现在是高速防约机电脑办了 这个一天一个工人能做200多件 甚至有300多件 现在李美生产的秋库已经成了抢手货 很多客户都是提前来订货 一年营业额已经超过百万 年销售量将近10万件 就像是家族传承一样 就是我们一大年轻时候就做这个 想把这个做好 一直就想做下去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美国 当地时间30号 位于加州南部洛杉矶西北部的 西米古市的森林火灾的过火面积 已经达到了526公顷 威胁到当地的近7000户居民 最新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 本台记者赵苗 张苗你好 给我们介绍一下 此刻你了解到的最新的 加州的山火的情况 张苗您已经在线 好的 实际上就在我们连线的时候 加州的山火仍然是在肆虐 那么到现在为止呢 全州是有178处着火点 并且有43个线 现在已经收到了红旗警告 那这个红旗警告就意味着在收到这个警告的地区会有很高的发生火灾的这个几率 那由山火现在造成了全州有超过20万人的一个疏散 并且呢 因为这个发生了火灾 所以电力公司对这些有可能发生火灾的地区进行了断电 由此带来60多万居民的生活受到了影响 那在加州呢 这个山火比较严重的地区主要分为南北两部 那北部主要是在加州北部的这个索诺马县 现在它的过火面积已经超过了300平方公里 另外呢 尽管经过了几天的这个抢救 但是现在控制的火势的面积只是占有这个总共火势的5% 那另外呢 南部主要就是我现在所处的这个洛杉矶线 那其实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近期最新的一处出火点之一 就是盖地大火 那现在大家也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啊 实际上这是一处废墟 那这个废墟就是在此次盖地大火当中被点燃最后烧毁的这个房子 那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 实际上这个房子的面积非常的大 而在远处还可以看到一个游泳池 这说明这个家的主人实际上是一个生活比较富裕的人家 那这其实是为什么这个盖地大火在美国比较受关注 因为这个盖地地区呢 主要是有一些美国的社会的名流 比如说好莱坞的明星啊 比如说体育明星在这里居住 另外呢 这个盖地地区还有一个全美知名的博物馆 以及这个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 所以在这一片地区发生的事情 是引起了这个美国民众的广泛关注 那其实在这里啊 现在仍然是有很多工作人员在排查风险的 就在我的面前以及后边的山上 大家可能看不清楚 但是实际上是有很多的消防员仍然在排查风险 那大家看到我身后的山 其实就是经过火烧的山 那这个盖地大火是燃烧了像这样的一个 总共燃烧面积是有三平方公里 那现在山上是一片白灰色 其实这就是这个被火烧过的这个余禁 那消防员在这里干什么呢 就是要排查这些余禁有没有更多的这个引发火情的隐患 因为现在我们在连线的时候 实际上这里的风的力度是逐渐地在加大 并且空气中也是富含着灰尘 那在这样的一种天气里边 如果这个余禁被风吹到了其他的地方 而且它还保持着较高的温度的话 那么它着落的这个比较干燥的地方 就有可能会是一处新的出火点 所以现在现场还有很多的这个消防人员 在不断地排查风险 那说到这个大家可能会比较奇怪也好奇 为什么在加州现在每一年都有比较大的这个山火发生 那其实这是跟当地的这个生态条件是有一些关系的 因为比如说加州会有很多的富含油性的植物 那么这些油性植物脱落之后腐烂之后 在地里就会形成比较大的油脂 那么这些油脂在一个干燥的 氧气比较多的这种强风的天气 如果有火星的情况下就会引起山火 那这是一个自然条件 但是其实98%的山火都是有人为的因素引起的 因为比如说像这次这个盖地大火 它其实就是一个被风被大风吹起来的干枯的这个安树枝 落到了一个电线上 那由此引发了火星最后达到了燃烧 现在过火面积已经达到了三平方公里的这么一个比较大的火势 那其实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人为原因 也是在当地可能在规划的过程中有一些问题 因为随着这个人口的增多 随着这个当地的开发商把这个不太适合人们居住的森林建成了一些住宅 那么再加上它的基础设施并不是特别的先进 甚至是有一些老化就比如说在这次引发盖地山火的这个电线 那它就是暴露在空气中裸露在外边 而不是应该正常的应该是埋涉在地底下 所以这种种种的原因人为的因素也是造成加州每一年最近都会有非常严重的火灾出现的一个原因 那我们在前方情况就是这样 好 谢谢赵淼从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线 给我们带来的关于加州山火的最新的消息 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欧美市场的情况 我们来看看路透社张宇浩早些时候霸汇的报道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美股大盘 美股在周三基本平开 收盘的时候可以看到三大股只是全部的收涨 今天美联储宣布降息25个基点 联邦基金利率被下调至1.5%至1.75%的区间 美联储强调了劳动力市场强劲 美国经济保持温和增长 不过企业投资和通胀压力依然疲软 因此将继续监测之后发布的经济数据 随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发言表示 只要经济前景符合预期 那么当前货币政策的立场就是合适的 市场将其解读为鹰派言论 并暗示降息周期将告一段落 在国际金价方面 黄金期货收涨0.40% 为美盎司1496.70美元 国际油价方面 12月交割的美国清制原油 收盘在每桶55.06美元 跌幅达到了0.86% 再来关注今天发布的两项重磅数据 美国第三季度GDP增速为1.9% 尽管环比有所下滑 不过下滑幅度是小于预期 消费者支出稳定 加上出口有所回升 是提振了美国经济 另外美国10月ADP新增就业人数为12.5万人 好于预期 最后把目光转向欧洲市场 欧洲股市在周三涨跌不一 英国富时100指数和法国CAC40指数是收涨 而德国DEX指数则是小幅收跌 另外多家大型银行在今天公布了财报 其中德意志银行第三季度净亏损8.32亿欧元 是远超市场预期拖累了大盘 在消息面上 英国脱欧方面取得进展 英国首相约翰逊获得议会批准 将在12月12日提前举行大选 而在汇率面上 英镑对美元保持在1.29下方 对欧元则持平于0.863 路透社张宇浩纳斯达克报道 在美联储宣布降息之后 巴西央行也在当地时间30号 宣布降息50个基点 将基准利率从目前的5.5%下调至5% 为历史最低水平 这一决定符合市场预期 同样这也是巴西央行 今年内的第三次降息 巴西央行表示 目前国内经济正在缓慢复苏 且通胀率较低 预计2020年及2021年 消费价格指数仍低于目标水平 此外 北京时间31号11点 日本央行也将公布利率决议 数据显示 受强劲的国内需求推动 日本第三季度经济将保持增长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日本央行将不会采取降息措施 而是维持目前的利率不变 再来看当地时间的10月30号11点 智利总统皮涅拉在总统府宣布 决定取消11月和12月 即将在首都圣地亚哥分别举办的 APA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此前智利计划将在 11月16号到17号 举办APA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和12月2号到13号 举办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秘书处执行秘书帕特里夏 埃斯皮诺萨 30号在一份官方声明中称 他已经获悉智利将放弃 主办今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他还表示 目前正在寻找新的会议举办地 再来看总部位于日内瓦的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28号发布的最新一期 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 这份报告显示 2019年上半年 中国吸引外资730亿美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4% 继续成为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 和外资流入最多的发展中经济体 报告还预测 今年全球 全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 预计将增长5%到10% 但冒发会议警告 全球经济增速放缓 贸易摩擦等因素 导致外资流动面临的风险 日益增多 好 我们再来关注英国警方 在货车内发现39具遗体案件的最新消息 据越南成天顺化省 人民委员会主席潘玉寿 昨天向越南外交部报告称 越南成天顺化省顺化市一户家庭 向当地人民委员会报案 称自己家人疑似在英国失踪 截至目前越南已有30户家庭 9家人在国外失踪 向当地人委会报案 报案家庭皆来自于越南中部地区 目前越南外交部与越南公安部 正与英方紧密配合 加快相关调查工作 好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英国脱欧 英国首相约翰逊 曾为10月31号脱欧许下豪言 如今又被迫再次延期 英国原定用发行纪念币的方式 来庆祝脱欧的计划只能取消 同时 英国政府也已经暂停了 预算高达1亿英镑的脱欧宣传广告 依托再托的脱欧进程 不仅拖累英国商业与投资 也使得英国民众在消费上 变得更加谨慎 更多情况我们来看一下 CNBC叶文多的报道 据BBC的媒体报道 英国政府原本已经委托 皇家造币厂铸造 印有2019年10月31号这一日期的 面制为50便市的脱欧纪念币 但是目前计划已经暂停 已经筑成的部分硬币也将被回收 这已经不是英国第一次计划 发行脱欧纪念币 而无法成行 此前英国曾计划发行 印有3月29号这一日期 也就是之前的脱欧截止日期的纪念币 但是最终也没能成行 英国财政部发言人表示 英国仍将发行脱欧纪念币 不过将在完全进入脱欧流程之后 再发行 一枚小小的纪念币的命运 可以说也折射出了整个英国国家的命运 一个月前在接受CNBC电话采访时 英国工党议员就已经表示 英国商业界对此已经忍无可忍 而瑞英集团董事长也在近日表示 英国的投资已经进入了 罢公司的停滞状态 最新数据显示 英国国民的消费也因此变得谨慎 英国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 在原定的10月底的脱欧期限到来之前 英国消费者表现出进一步的谨慎迹象 9月份无担保消费者信贷同比增幅 降至6% 这低于8月份的6.1% 也是2014年7月份以来的最小增幅 当地时间周二早些时间 英国抵押贷款机构Nationwide表示 英国10月房价同比只上涨了0.4% 这是英国房价同比增幅 连续第11个月保持在1%以下 脱欧时间再次升变 也是直接影响英国的政府支出计划 目前英国政府已经暂停了 1亿英镑的脱欧宣传广告 现在看来虽然提前大选可能是目前阶段 解决脱欧问题的唯一方式 但是大选结果先姑且不论 英国纳税人就得先为大选买单 按照英国相关部门公布的 2017年提前大选的数据 一次类似的选举将会耗费 英国纳税人超过1.4亿英镑 那对于英国大选 以及英国脱欧问题的最终走向 我们也将会保持密切关注 聚焦资本市场 关注股市动态 本周A股市场在区块链概念热炒之后 又迅速降温 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昨天的市场交易情况 昨天两市整体出现了调整的行情 市场在区块链退潮后 重新出现了疲软的态势 昨天早盘股市小幅低开后 惯性下行继续探底 市场是出现了普跌 截至收盘三大股市全线收跌 上证指数下跌0.5% 深程指跌0.66% 创业板指同样出现下跌 跌幅为0.15% 板块概念方面 经由保险 机场 数字货币等板块表现较好 其他多数板块均翻率 跌幅去前有电子竞技 食品安全等 区块链概念也是出现了近3%的跌幅 整个区块链板块中 只有少数个股表现持续强劲 星湖中宝 浙大网新等几只个股 是出现了连续涨停的局面 我们知道其实A股市场上 真正的区块链概念股并不多 大多数都是打着旗号 资金蹭了热度 趁涨停就赶紧出货 这周我们也是建设了 区块链退潮的速度 可以说是来去匆匆 但不可否认的是 区块链仍然是近期市场最大的热点 其实我们也应该理性地看待 或许一个板块在早期震荡 并非完全是坏事 短期的巨幅震荡 也并不会埋没真正有价值的标的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三季报的情况 随着10月临近尾声 三季报行情也逐渐收官 截至目前 沪深两市一共是有2300多家公司 披露了三季报 其中有300多家 还发布了年报的业绩预告 值得注意的是 这其中有超过150家公司 在三季报和年报预告中 都有着不俗的表现 这些公司在三季度 也是获得了大资金的青睐 我们看到 截至三季度末 有6支个股的 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中 同时出现了 社保基金和QF的身影 比如戈尔股份 惠鼎科技 大华股份等等 这些受到机构肯定的 机优白马股 近期也都有着 不俗的市场表现 而大盘又会有 怎样的表现呢 又分析认为 未来股指能否再度走强 市场仍然需要政策面 和资金面的强有力配合 今天市场走势将会如何呢 我们开盘见 那今天的市场交易 即将开启更多财经资讯 请大家关注 财经频道接下来的节目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是这样 明天早上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